梅西彻底疯神了 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把一支联盟倒数第一的球队 带上了冠军的宝座 这位阿根廷人 刚刚创造了比世界杯夺冠更传奇的故事 咱们把时间倒回到世界杯之后 夺冠之后 梅老板的去向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 世人都知道 接下来的职业征程 很有可能会是梅西的最后一物 大巴黎巴塞罗那时纷纷抛出了橄榄枝 更有西亚豪门利亚德新月 愿意为梅西开出令人震惊的 三年15亿欧元的合同 这甚至直接刷新了体育界的记录 就在大家纷纷讨论 梅老板到底会选A还是选B的时候 球王的决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他竟然选了C 梅西亚最终到了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而且是以5000万欧元的价格 加入到联盟垫底的迈阿密国际 虽然迈阿密的诚意不止如此 协议当中还包括了俱乐部的股权 以及苹果和阿迪达斯广告的打包合同 但是吃瓜群众依然是不能理解 其实对于梅西来说 钱和名气都不是此时他最看重 真正让球王选择美国的原因 是因为作为父亲的梅西 希望孩子能在美国接受教育 而自己在美国踢球 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尽到父亲的责任 但是命运的齿轮缓缓转动 在签下合同的那一刻 一个属于梅西的新篇依然开启 登陆美国的梅西赶上的是北美联盟杯 这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和墨西哥超级足球联赛合伴的比赛 两大联赛的47支球队 都将参加这一赛事 赛制也是从小组赛一路决出最终冠军 尽管有梅西的加盟 但是迈阿密国际对于球王靠自己的力量 能把队伍带到多高的名次 不抱什么期待 为什么 毕竟这支球队的底子太差了 迈阿密国际在刚刚结束的 美国国内联赛中 竟然做到了11轮不胜 稳稳地坐在东部赛区垫底的位置 整个队伍乃是毫无实情 老板签约梅西 其实更多的是从商业的角度考虑 这一点 梅老板确实做到了 在宣布加盟之后 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粉丝 就从100万瞬间涨了450万 当所有人都认为 梅老板只会在场上 闲停信步的滑滑水 充当球队的吉祥物 然后贡献一些经典片段 这就应该是 球王美国之旅的全部了吧 但是迈阿密国际没想到 美国球迷没想到 甚至梅西的团队都没想到 什么是真正的神 他不是只在鲜花丛中怒放 不是在郁郁苍苍中挺拔 他认真的时候 能凭一己之力改写故事 能带着一束光照亮黑暗 能让于南顶上皇冠 7月22号 梅西迎来了自己 在北美联盟杯的第一场比赛 摆在球王眼前 最艰巨的问题就是 死前的连败记录 让整个队伍的士气 跌到了谷底 尽管梅西的到来 是一记强心针 但是所有人 都在等待着那一场胜利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球王展开了自己的拯救计划 这是迈阿密国际 对阵墨西哥蓝十字队 下半场比赛中 梅西终于上场 在商庭古时第93分钟时 独自撕破对方的防线 用直冲禁区的方式 为迈阿密得到了一个 宝贵的定位球机会 尽管这个位置角度刁钻 但是对于梅西来说 他能试试 直接破了 深呼吸 瞄准 起脚 2比1 没有什么是比一场 胜利更有说服力 没有什么能比商庭古时阶段的 绝杀更能鼓舞人心 尽管拿下了首胜 但是梅西清楚 足球是群体运动 胜利需要所有人承担责任 而比起进球 在球场上 球王更需要施展的法术 叫治愈 迈阿密国际的前锋 马丁内斯 本来是球队的攻击核心 但因为连续多场比赛 没有进球 又因为梅西的加入 他甚至已经到了 不敢拿球的状态 梅老板有自己的办法 在迈阿密国际 对阵奥兰多城的比赛中 球王主动把 首发法点球的机会 让给了马丁内斯 这是整场比赛的关键时刻 马丁内斯不敢相信 梅西居然把这么艰巨的任务 交给了长期状态不好的自己 他甚至再三和这位 新来的队长确认 真的不由您来主罚吗 梅西坚定的神情 给了他答案 马丁内斯知道 这是一次信任 一次鼓励 更是一次自我治愈的机会 珠宝 白腿 皮球滑过夜空 如流星般破 观众喜风爆发欢呼 马丁内斯终于打破了进球荒 整个球场的气氛 都被点燃了 比赛结束之后 马丁内斯兴奋的搂住梅西 这一战 梅西让队友们 找回了绿营场上的灵魂 此时 距离这支曾经的 渔南队伍成为冠军 还差最关键的一步 那就是对于胜利的艰辛 8分之1比赛中 面对从来没有战胜过的 达拉斯FC队 迈阿密国际 在开场就失去了节奏 直到比赛最后10分钟 比分还是2比4 迈阿密国际落后 队伍中很多人的情绪 都已经从焦躁变成了绝望 而梅西将这一切都看在眼中 在最后的时刻 球王只是微笑地做着手势 从容地安排着任意球的站位 耐心地宽慰队友 没关系 我们能赢 当比分最终奇迹般地 通过点球大战反超时 现场的观众疯狂了 谁能做到忘记时间 从最后10分钟 重新开始比赛 谁能做到 让一群丧失希望的人 相信胜利最终会眷顾自己 只有梅西 比赛后 梅西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或许他已经知道 就在此时 迈阿密国际 已经成为了一支 真正的冠军球队 在梅西的带领下 这支几个月前 还积分垫底的球队 竟然真的登上了 北美联盟杯决赛的赛场 而这次的对手 是纳什维尔 其实对手是谁 已经不重要了 梅西此刻 只想尽情地享受比赛 并让所有的观众 看到足球的魅力 比赛开始第23分钟 梅西在禁区前沿得球 此时 在他面前 有多达5名防守出源 但这正是球王希望看到 只见阿根廷人 无视人强 连续横拨 在瞬间闪开 获得一个空档 八角怒射 皮球应声入网 梅阿密国际 1比0取得领线 时候看到这场比赛的观众 是幸运 因为梅西不仅仅贡献了 这一例如同教科书般的进球 这场比赛最终决胜的方式 竟然是双方连罚11轮点球 似乎 只要有梅西参与的故事 都注定成为传奇 连守门员都站在了罚球线上 观众的肾上线激素 已经飙到了最高点 当梅阿密国际门将卡伦德 将球罚进对手的球门后 哨声响起了 梅阿密国际 夺得了队史上的第一个冠军 这一刻 梅西竟然像孩子一样 跳起来奔跑 他与俱乐部老板之一的 传奇球员贝克汉姆 激情拥抱 接着队友们将他高高抛弃 而在球队捧杯时 在领奖台上将队长的袖标摘了下来 交给了前队长耶德林 并且邀请耶德林和他共同奖杯 此刻 全场沸腾的球迷 无论他是哪个队伍的支持者 此时都被精彩的比赛折服 被人性的光芒所感染 这才是真正的足球精神 也许梅西真的可以被封神吧 因为神之所以为神 就是当人们沐浴在他散发的光芒中时 就可以获得勇气和力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